媒體黨高雄市長之爭已經開打 除了現任立委邱宜盈、徐志杰、林黛化 以及賴瑞隆接連宣布參選 而有小花媽支撐的前勞動部部長許明春 今天一早也表態將投入2026黨內初選 宣布地點就在國民黨市黨部對面 也頗有較勁一位 一身綠衣套裝有小花媽支撐在勞動部前部長許明春 一早正式表態地點就選在國民黨市黨部對面 頗有較勁一位 將投入民進黨黨內高雄市長的初選 我會努力來爭取黨內的支持 爭取市民對我的認同 自從吳兒嶺卸任後 積極走訪高雄基層 經過三個月的時間決定參戰 並宣布官方社群平台正式成立 消息一出先前宣布參選的立委 也紛紛給予祝福 誰當高雄市長 我覺得都不是最重要的事 而是高雄未來的發展 高雄未來的方向 能夠掌握住最佳方向 強調不管選誰代表都會團結一致 許明春從台大法律畢業後 在高雄職業二十二年 因為律師身份和陳菊解下緣分 二零零八年加入市政團隊 二零一八年接任勞動部長 直到今年卸任期盼能帶著十二年的事務 經驗繼續服務相親 至於另外兩位有意參選的立委 第一時間也做出回憶 民進黨高雄之爭已經開大自家人五搶一的局面 傳出二零二六由誰代表接棒引發各界關注 藉由玩家鄧銘高雄報導